欢迎收看《乐活在人间》 他们做的是木座 他们可以把各种各样的木材 做成家里面的各种各样的家具 听说他们的家里面九成以上的家具 都是自己做的非常的厉害 我们今天请他们跟大家分享 怎么样来做这个木工的DIY 我们欢迎Chin 苏伟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首座的琪 是 还有Kenny 苏伟你好 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Kenny 是 他们是一对非常热爱木工的夫妻 而且是到了狂热的地步 好 我们观众朋友 现在我们看到 现场的这一些作品 都是他们自己做的 那先请Chin来谈一谈 为什么你会对这样子的木座 有莫名的狂热呢 莫名的狂热 应该是说原由是因为我们要结婚的时候要买家具 然后我喜欢香春风 然后那时候十几年前去那种意大利的精品店 看好贵哦 几乎没有办法负担得起 然后也请不起设计师 所以我就那时候跟我老公说 要不然我们自己来设计 然后自己来做 所以原由是这一个 是因为这样 但是你以前哦 就是小的时候 你就喜欢自己做东西吗 喜欢啊 就什么东西都自己来 比如说那个 那个水壶包 我就自己缝 然后刚才走到学校 然后水壶已经掉到地上 这样也搞 我女儿也是一样 现在也是做这种事 所以很小的时候 是从小学开始就喜欢自己动手做吗 嗯 差不多 很小的时候 然后喜欢收集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例如什么 例如什么 比如说我奶奶要丢掉的那个 破掉的花瓶 嗯 我说你不要丢你给我 我说这样子的 会来的 会来的 对 我去的手要怎么 我说不妙啊 我再用那个什么 我可以帮它包开 那你留那个破花瓶被冲上 我就觉得它很漂亮啊 就是觉得很美 然后我后来长大了 跑到欧洲去玩 买了一束干燥花 回来就插在那个花瓶里面 哦 可是它破掉了啊 没关系啊 然后就插下去 破一脚而已啊 哦 所以庆 它是喜欢老东西的人 嗯 是不是 很喜欢 因为我 我看到Chin的资料发现 诶 它的爸爸妈妈其实 在他从小的时候 有点伤脑筋 因为他为什么老是去剪一些老东西回来 哈哈哈 我妈都说我应该去做资源回收 哈哈哈 所以你跟Kenny的结合 是因为你也知道Kenny喜欢吗 我不知道他喜不喜欢 你喜欢吗 嗯 哈哈哈 还是因为受到我的影响 当然不是 因为我本身 我的父亲也是职业军人 那这个比较节俭一点 所以从小我们家里几乎什么东西也都是爸爸带着我们自己做 包括碟砖啊盖房子啊什么的都是这样子 哦 所以养成了一种就是想要自己做东西的那种 狂热啊 哦 对对对 所以做东西在两位的从小的这个 呃生长的过程当中 其实你们就一直觉得做东西是一种非常enjoy的享受 对 嗯 对 就我来讲会觉得做东西还蛮麻烦的 哈哈哈哈 看来是麻烦啊 真的是很麻烦 是 但是拥有完全是自己做出来的东西 我相信那种美妙 不是别人可以想象的 嗯 没有错 嗯嗯嗯嗯 所以Chin你很喜欢做东西 好 喜欢 但是如果没有办法收尾的时候该怎么办 找到一个收尾的老公啊 哈哈哈哈 他看不下去 他是那种 你没有做什么东西都没办法收尾 例如 很多啊 比如说做木工一开始也是我先做 嗯 然后我就叮叮叮叮叮然后歪的 嗯 整个柜子是歪的 他看了收不了 他说拿来 咦 你会做耶 好厉害哦 我就去买工具给他 诶 可是做木工哦 嗯 好像 诶 要买的工具还不少 会吗 对 会 很多 那刚开始不懂 然后比如说我叫他做一个什么东西 他说 嗯 那个要修编机 我说什么叫修编机 然后我带你去看 特地乌 这一台 这台我第二天就买给他了 我第二天就放在客厅说 修编机回来 你做给我看 对 所以Candy本来就是会做嘛 其实这种东西 应该说要有点慧根 这是没有错的 是 要点天赋 对对对 但是兴趣的话还是真的是最重要 而且重点是能够让你的另一半的家人 让他得到满足 是 对对对 你们有去找书吗 书当然也有 会去请教一些师傅 都有 都有 对 所以说这个书的部分啊 还是说请教的部分 这些都是我的老师 那甚至我也曾经去过那个 那个专门卖意大利家具的那种 那种卖场 蹲在那个地方看 看到那个卖场的小姐 都准备要把我赶走 我要过去 因为他知道我根本买不起 他在研究 我就把他拉走 因为我在研究他怎么做 对对对 所以你们的女儿 在你们做这种 木座的过程当中 他其实算是一个 影响你们很大的灵魂人物吗 嗯 嗯 算是 因为我们想要给他一个 比较自然宽广的空间 那现在住在都市啊 因为住在都市 小孩子身体不大好 所以后来我们因为他 因为身体的因素 所以就决定把他想下去 然后就希望给他一个宽阔的空间 他也会做木工啊 你女儿也会做木工啊 你女儿多大 小四 小四 那他从几岁开始做木工 就我们在做的时候 他在旁边悄悄打打 然后后来大一点 我就教一些简单的线剧机啊 修编机 他还是会 然后有些学校的作业 他还会用木做的方式去呈现 哇 很厉害 所以 所以潜移默化当中 他也受到影响了 对 好 庆也是因为小孩子的出生 所以你决定要跟你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say goodbye 是不是 对 对 没错 因为那时候很忙 有一天我回到家 要回到家 要看孩子 已经睡着了 然后呢 隔天早上要出门 然后穿好制服 小孩子醒过来说 妈妈 你回来了 我说没有耶 妈妈要出门 我就觉得我好悲哀哦 所以我就跟我先生说 我不想做了 我想要当全职的家庭主持 是 先生也非常的支持你 嗯 他很支持 然后我们就开始做吧 对 我每天躲在家里做 做乱七八糟 所以你们家有个工作室吗 对 对 最早我们是在那个 台北英格的地方 那个地方有一间公寓 那利用一楼的地方 就是来做那个木工 那结果 可能毕竟在公寓里面 还是会受到一些影响 所以在邻居的一个抗议之下 我们就把它搬到 毅然决然地就把它搬到 这个新屋这边过来 对对对 那刚刚讲到说 你们参考一些书籍 你桌上带来这两本书 是 算是你们参考书籍之一吗 对 这个算是我们的 启发书 启蒙书吧 这本书大概也十几年了 十几年 对 那可能立起来给我们看一下 是是 那像这个书就是 简易木工的一个DIY的部分 对对对 所以你们真的也就是 非常的有兴趣 所以你们愿意去花很多的时间 去学习 看别人怎么做 对对对 那 但是你的朋友会不会觉得说 这对夫妻 怪怪的 常常有啊 为什么要一直这样做呢 为什么 他们会这样子有疑惑吗 会有一些朋友觉得说 怎么 都那么久不联络啊 还是怎么样子 但是 没有办法 因为做这个真的是很忙 因为你越研究 你就越花越多的时间去做 对对对 做一个作品 例如说像我 我们后头这一个柜子 是要做多久 这个啊 这个柜子是比较特别一点 因为它的这个功能性非常的强 以一般的这个 这种玩具柜来讲 它的功能性算非常强 那而且全部都是用手工作的 所以说这个 我这样子做的话 做了大概三五天有 三十天 三五天啊 对对对 三五天 我还以为三五个月呢 没有啦 三五个月不用啦 三五天是 一天要多久的时间 然后可以三五天完成 就以差不多一个八个小时的工作 八个小时八个小时 对对对 这蛮复杂的 对复杂 对啊 看起来不太起眼 不会不会不会 因为我女人看到这一定会大叫 啊我的厨房来了 所以女生看到她都先大叫 是 所以花了很多的时间 在做这个手工木工的这个部分 到目前为止 你们有最得意的作品吗 最得意的作品 有照片吗 其实 讲得意 我是觉得可能 好 最有感情的作品 像这个柜子的话 我个人觉得还蛮不错的 对对对 还蛮不错的 这是住在一个内湖的 又对夫妻给我们订的 对 一个蛮大型的一个餐柜 这是算我们刚开始 做一个比较大型的 这种家具 对 所以可以 人家要请你们订做 你们可以去做给她就对了 对对对 做这样一个大型的柜子 大家要花多久的工夫 这个啊 这个就更久了 这个我应该 光做木作的部分 就要花 至少一个礼拜以上的时间 OK 就是以这个八个小时来算的话 是 对对对 是 好 那其他的部分呢 因为今天带了很多的照片 其实是你们家里的照片 对对对 家里面大部分 九成以上的家具 都是你们自己做的 对 好 来看一下 这个呢 这个像这个柜子的话 是比较特别一点的做法 它可能这个照片 像呈现不是很清楚 然后这个柜子的话 就是比较日式一点 我们早期一点那种玻璃柜 双门的玻璃柜 那这都是我们照比较早期的那种家具来做 对对对 有点防古的那种 对对对对 但是又不是那么的中式 它有点欧风的乡村的味道 对对对对 OK 好 所有看到的柜子都是 连桌子也是啊 桌子都是 椅子也是吗 椅子这个就不是了 OK 像这个椅子就不是了 其他的都是 花瓶不是 好 那看一下你们的客厅 这个是客厅对 桌子 桌子都是 桌子都是 就沙发不是吗 门也是吗 门也是 门也是啊 对门也是 所以你们打造你们这个梦幻的这个家 花了多久 对花多久 我们2007年 应该陆陆 其实一直在做 一直在做 就是还没有搬去之前 你们就先 就是陆陆续续再做再做这样子 对对对 应该这样子算起来的话 能够累积到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话 应该花了 因为我们还有做其他的事情 对 就是说可能做教学啦 还是我们本身自己在上班 所以陆陆续续这样子算起来应该 三年以上 三年吧 是 三年以上 从你们刚开始 真的不是这么的职业级的 你们要去买材料嘛 对 你们怎么样去学习 怎么样去挑材料 材料的部分 像其实一般的书都会有介绍 那像我们一般现在正常 就是在木工教室啦 或者是特立屋啦 这些他都有贩卖一些那种 现成的材料 那我们只要请他们代为裁切 那回去之后就可以 经过很简单的架工 就可以把它做起来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做 是 对对对对 那一般来讲 如果说还没有到达这个是真的是 自己的手工木做的阶段的话 很多人会先去从组装开始 对 你们也是从组装开始吗 还是直接就进阶道 直接自己动手做 可能我算比较有会更衣的面子 对对对 所以说比较 一开始就比较能够进入状况 当然自己真的做的功课也蛮多的 是 但是一般自己做 最怕的就是灰尘的问题 那你们怎么样去避免这个灰尘太过于多 像现在的电动工具来讲的话 它其实有很多可以接个吸尘器 接个吸尘器 直接你在启动这个工具的时候 它吸尘器就把它灰尘吸掉 那当然自己戴个口罩的话是最好 保护自己的一个好方法 对 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来听Kenny跟Chin 他们做这个木作的一些心得 还有我们等一下也要实际来做做看 马上回来 谢谢 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这个Kenny跟Chin他们家 完全是自己一手做出来的一个完美的家 好 那包括你们的女儿也有参与对不对 有有有 他做哪些事情呢 做哪些事 搞破坏啊 搞破坏 什么的搞破坏啊 没有 因为我们做木工他在身边有看到他会比较安心一点 小时候 那现在大一点会帮忙磨啊 漆油漆啊 对 那今天Kenny也有带这个照片给我们看嘛 这里头要不要介绍个一两张 可以啊 没问题 有什么特别的部分 像这个是我们帮客人订做的一个吧台 一个吧台 对 一个吧台 对 这个是要到他家去做还是你们在家里自己做就好了 我们都是做单品 做单品 对 做单品 所以说只要客人把尺寸量好 那我们就依照他的尺寸这样下去做 然后直接送到家里去就OK了 好 那下面还有什么作品呢 这个 这个是一个我们讲备餐台 备餐台 对 放在餐桌旁边 然后有时候端一些比较烫的东西 然后可以暂时先摆在上面 因为他的那个桌面是贴马赛克的 贴磁砖的 对 对 对 那例如说你们的朋友希望你们帮他做一个作品 但是他没有什么想法 你会帮他设计整个东西吗 从设计开始 也会 也会 对 对 但是还是需要做一些初步的沟通 因为如果完全没有想法的话 这样做起来 怕那种认知的差距会比较大一点 是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说 你应该知道说自己想要什么样的风格 那或者是说直接参考 不管是网路上 还是说其他一些作品 然后这样的话比较有一些概念 是 好 自从我的部落格之后 去你他就有一个出口了 因为在部落格他的文章写得非常好 然后也做这个木作嘛 然后在网路上也有很多的 自从道合的好朋友 会经常给你们加油鼓励 那我就看到有一段文字 他里面就讲到说 他很喜欢看你的文字 因为觉得都有幸福跟梦想在里面 但是看到了这一次的景象都很心疼 流下了眼泪 是发生什么事情呢 为什么跟你们流下了眼泪 发生了惨痛的事情 什么事 我们房子刚盖好的时候 刚盖好的时候碰到台风 科罗沙台风 然后就在我们全家眼睛的看到屋顶被吹翻 然后我们三个就抓了赶快跑 屋顶翻起来了 真的先翻 对 因为建商的应该是人为疏忽 哇 所以如果你们自己做屋顶的话就好了 对 应该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对对对 那因为事后 那有没有颇集到里面你们自己做的一些作品 有啊 全部都碰了 都泡水啊 哇 不过还好的就是说 因为我们的木头都是都实木做的 所以说泡水的话是没有关系 对对对 所以说还好没坏 安全最重要 对对对 所以在部罗沙台上面 其实有很多你们的 我们可以讲粉丝也好吧 因为他们经常在上面看 你们做什么 他们也会有样学样的也想做 或者是Kenny或Chin在教学的时候 他们就会去上课 也要自己做 因为增加生活乐趣 对对对 大部分这些人给你们的回馈是 他们自己做了之后 最大的感触跟感受是什么 促进家庭和乐 我觉得有差 促进家庭和乐怎么说 因为我觉得会比较依赖在家里 对就可能说太太来做 先生可能不想来做 那太太可能坐回家以后 先生发现 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东西 就会很好奇跟着来 那两个就会变成一起做 对那一开始可能结 刚结婚就做我们自己的东西 然后有小孩就变开始做小孩的东西 你就看到他们一路这样子在成长 那你就跟着他们一直成长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但是也有夫妻可能会反目哦 有啊 上课的时候常常在吵架 是哦 我都要过去 不要吵了 吵了我不过来 但是事实上正向来讲 他的确是一个让全家人可以一起动手 做完成一个梦想的一个机会 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就是 真的是假日的时候 我们就没地方去 或者是有些爸爸觉得平常工作已经很累了 假日我们就在家里窝着 看DVD啊 或睡觉啊 可是如果我们全家一起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相信对孩子 他的记忆是无限的 是无穷的 对没错 对他从我女儿有记忆开始 他就觉得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自己动手做 他在学校会不会他的手啊 就特别的灵巧 然后同学都觉得哇好厉害 因为他都是一天到晚被拍剧做校庆啊 什么东西都是他做的 做必报啊 做必报啊 很多很多 老师都在留校做必报 留校做必报 对对对 就是帮同学服务 然后把他擅长的部分发挥出来 对对对 是好 那如果说电影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他看了我们前面这一段的介绍 他觉得他也越越欲试 他正准备要开始去买一些工具的时候 要怎么样入门 这个木座要怎么样开始入门 其实像刚才我讲 如果说您自己觉得说自己比较有慧根的话 那你其实多看一些书 多看一些书 然后这个就可以应该入门都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准备一些基本的工具 然后如果像真的没有把握 我们不要讲说没有会根 如果没有把握 或是说家里场地有限制啦 什么的 那当然现在其实坊间蛮多木工教室的 那都可以开始来做那个尝试 木工教室意思就是说 我们去上课 然后就可以大概知道说 做一个作品要怎么样 对你会完完整整的做一个作品出来 对对对 那通常这种木工教室 多大的小孩就可以去上了吗 小孩的话是 目前是还比较没有 对对 因为我们其实做的部分呢 是还是会用到很多电动的工具 那并不是说已经帮他把大部分的加工都做好 所以说他在做的时候呢 还是会有一些潜在的危险 因为毕竟力量比较不够 安全很重要 对对对对 那但是只要是成年人的话 像我们也碰过那种辣妹 大概20出头的吧 也穿着热裤短裤这样的跑去做的也有 对对对 那年纪大的都有 都有 是是是 那完成一件工具 大概要经过哪几个步骤 一个作品的话 基本上的话当然是裁切 然后加工 比如说钻钻洞 矩矩这个造型 然后组装 到最后研磨 然后涂完油漆 OK 对 那包括还要画图耶 画图 制图当然是必要的 但是那个是在设计的部分 如果说你本身 不晓得自己怎么设计的话 那就是说看树上的那个部分的话 就可以造成的一样化 葫芦的话就可以做了 那工具的话 在一些大卖场都买得到吗 都买得到 像特立物也好 还是一般的电动工具 现在网路也很方便 其实都买得到 所以我们桌上的这一台是 这个叫做线锯机 那这就是一个蛮基本的一个工具 它可以做直线 也可以做曲线的一个切割 我们木板要切成一些造型啊什么的 都可以用这个机器来完成 对 另外一台呢 这个的话就是研磨机 这个研磨机的话 就是我们把这个做好的产品呢 把它磨得更细致 上漆了之后呢 也可以利用它来把它磨得更光滑 细致这样子 对对 就比较省力 不用自己手去磨得要死 对 所以公寓扇其实必先利息器 在坊间就有很多这样子的工具 是可以随手买得到的 都买得到 对而且价位都蛮便宜的 价格是可以接受的 像比如这台的话 才一千多块 OK 对那像甚至特立物来讲的话 它也可以租借 那所以说其实 说没有工具的话 其实都是借口 就是很方便 对都很方便 对对对 好 那一些涂料的话呢 涂料的话也是大麦厂就可以买得到了吗 对 就是说颜色啊 这些部分 对 像我们用的这种是 比较属于乳胶漆的部分 那早期的人可能比较没办法接受 因为他们认为说 木头就是应该用油性的漆下去涂 而且让它的木纹展现出来 那但是其实 我们自己发现 就是说其实在国外的话 他们都是用一些比较属于水性的这种 而且有色的这种漆来涂 那就跟乳胶漆的这种做法蛮类似的 所以我们才开始做了这种乳胶漆的这种尝试 就把这个颜色做了更多的选择 这样子 那在木头的选择方面呢 木头大概石木分就哪几种 石木的话像我们一般DIY来讲的话 就是以松木还有山木这两种为主 因为本身他们的质地比较软 所以说在加工来讲的话 会对一般我们初学者会比较简单一点 对对对 好 那有了工具之后 我们就要开始 等一下要开始做了嘛 那在动手做之前 有没有一些基础的技巧 是必须要先知道的 不然一拿起来 有没有什么基础的技巧 是可能行前必须要先知道的 当然有 包括什么 包括比如说这个 以这种限聚机来讲的话 你只要用力地把它压着 你只要用力地压着它 那手不要放在锯片的这个地方 就可以了 OK 其实很安全 因为它刀片是在木材底下 OK 对对对 所以只要你的手是 不会自己去碰它的话 都不会有问题 那它的空间呢 它的场地需要多大 它才可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木工 应该是说 我们看作品的大小 如果说作品像这种小作品的话 我们在一间厕所就可以做了 OK 对对对 小小的地方都可以做了 是 早期的话我们也是在自己的阳台 什么小小的地方都可以做 那当然作品大的话就需要大空间 所以你们在做的时候会戴手套吗 基本上不会 对因为戴手套我不会做事 对对对对对 你觉得好像隔了一层是不是 对对对 你们都是徒手这样子做 对对对 有人戴手套了吗 好像有木工师傅也戴手套了 戴手套其实有时候在做一些这个 不够细 不是 它会勾到啊什么的 对对对 它会一些 更为行 对对对 OK 那在做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什么比较有趣或者是 曾经受过伤 受过伤 当然有啊 像我最早的话就是曾经被那个 比这个大台的那种电锯 锯到手 怎么 就就锯到这个地方 对对对 像但是这个是 真的老天爷有保佑啦 让我只有少了这个一点点的坠肉而已 对对对 那所以很多木工师傅其实 这个是开始做多久的时候发生这个事情 刚开始没多久 刚开始 哇那真的吓一大跳吧 对对对 所以就是不懂嘛 对但是我觉得 其实受伤对我来讲的话 其实也是一个好 我觉得 嗯 它的好处就是 一个提醒 警惕 对 让我知道说怎么样去尊重工具 对对 你要尊重这些工具 那你知道怎么用 安全地使用它 所以说 像我们在做木工教室 很多来的朋友都是完全没有经验的 那来要把作品带回去 手指头也要带回去 对啊 不能说他说 十根啦也要十根回去 对对对对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教他很安全 安全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方式 对对对对 所以说我自己受得上 就累积自己的经验这样子 然后在教学的时候也会多提醒这些学生 对对对 那Chin呢你自己有什么比较特别的经验 受伤吗 我自己还好耶 我比较小心 是 但是他脚曾经被钉枪钉过去 就在我眼前 那我一看到没办法 我开车赶快送急诊啊 那急诊说有医生就冲过来 什么了照S刮 你就看那个钉枪从骨头旁边 踏一点点然后穿刺过去 天啊 那这又为什么会发生呢 这个啊 这是钉天花板嘛 那钉枪呢就想说用 因为我们站在楼梯上面 站在那个我们讲的 就是那种夹的楼梯 对然后就想说把钉枪放到地上 忍再下来 就下来之后就刚刚踩到 踩到之后就钉 就把它钉进去 大拇指串子 还是最粗的那种钉枪 还不是那种细的钉枪 所以也是吃了一些苦头 对对 但是对于做木工的热情 丝毫不减 可能如果都没有的话 那就 就可能会钉子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们就真正要来做木工了 马上回来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那我们就请Kenny来跟我们讲解一下 做这个维多利亚风格小柜 它整个的步骤大概是怎么样 首先呢我们先把两边的这个侧板的造型做出来 这个造型的话就依照个人喜欢的一个线条下去做 画了这个线条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用线锯机去把它锯出这个造型出来 那剩下的这块小板材呢 也不要浪费掉 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可以放在上面的一个这个装饰用的一个饰板 首先我们要先钻洞 钻洞的位置呢 就是在我们要把两块木板结合在一起的地方 我们必须钻一个洞 然后去把螺丝锁进去 好 那两块木板要结合起来的话 除了这个螺丝钉之外呢 我们最主要可以用到一个素质 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南宝素质 那这种南宝素质呢 它的这个成分呢 是比较属于水性的 所以说它对一般我们人体来讲的话 比较没有伤害 那所以说我们用这个白胶呢 来去增加它的这个强度 增加它的固定 好 我们把底板和这个装挂钩的这块板子 组装起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侧板 两块侧板做一个接合 好 侧板这边也是一样 我们用螺丝锁进去 锁进去之前记得要上白胶 两块侧板组装完了之后呢 我们接着把最上面的这块顶板 来去做一个接合 那这时候在接合的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利用一个工具 叫做快速夹 那这一个算是一个固定的作用 然后最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试板的部分 用螺丝去把它结合起来 好 这样子的话 就增加它的一个强度之外呢 也增加一个美观性 两边的话都是一样 好 那最后 这个木质的挂钩呢 我们这边一样 刚才有钻好的洞 我们里面把它涂上白胶 然后把这个木质的挂钩 直接用塞的把它塞进去就可以了 好 那四个挂钩 这样子就装完成了 所以刚刚其实我们在做的时候 大概只花十多分钟 我们就完成了这一个 维多利亚风格的一个柜子 好 不过 刚才我们在看着这个 Kenny在做的时候呢 就有人说话说 妈妈其实做得比较快 所以Chin 你真的动作这么快啊 比较快 这么快啊 我比较急 比较就是熟能生巧就对了 其实Kenny已经非常快了 开玩笑其实差不多啦 差不多了 对 因为步骤之道很熟悉 你很熟练 变成一个反射的动作 你就知道出来我要做什么 最容易入手的作品是什么 最容易入手的 就是像这种碧龟啊 这种就很容易啊 这种就很容易入手的就对了 看你切割的部分就只有这一点点的 对 只有一点点 它加工的部分其实不多 像这个切割的部分是要先把这个图画在上面嘛 在照那个形状切嘛 我们可以做一个模子 然后两边画成一模一样的线条 那当然切割的时候你不可能 每个人都可以把它切得很漂亮 那这个经过研磨之后呢 让它这个表面尽量细致一点 然后线条顺畅这样就可以了 对对对 好 所以Niko你最喜欢做什么样的作品 没有自己做过 没有自己做 但是有帮忙过对不对 OK 好 那Niko在学校其实刚刚也讲到了 经常学校的这个很多的美劳啊 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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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 也是你画的嘛 对 好 我们这边也看到一个图哦 这就是他们家的庭院 庭院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看到这一个 它的一个小玩具嘛 你的同学有没有很羡慕你有这个玩具 是有一个人看过 所以看过的同学也不多啊 因为 他们有没有很好奇说 为什么你的手这么巧 没有 没有 就会觉得哇 你天生就很会做东西就对了 所以你们家的风格是比较乡村风格嘛 好 所以刚刚还没有看到的这个是饭厅 花圃 对 花圃这边 OK 所以连同这个上面的这些小装饰也是你们做的 对 都我们自己做的 嗯哼 这个就是平常在做木座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的木屑 对 所以你们也会戴个口罩 对 戴个口罩 整天都戴个口罩 整天要戴 对 哇 这就是你们的卧房了 对 卧房 整个是白色系的 很浪漫 嗯 白色 比较不会有那种压迫感 嗯 对 视野会比较开阔 开阔一点 嗯 好 所以我们刚才看到了这个Kenny 做了这样子的一个维多利亚的这个柜子 这个柜子做起来花的时间不多 看起来是非常熟练 但是一般人就觉得说 其实手做这种木工也还蛮有乐趣的 好 那要开始进行去做的时候 这个声音 声音是会有一点点大声嘛 是不是 对 有点大声 但是都还能够接受 就是不会让你觉得非常刺热这样子 是 还可以接受的范围 但是不要太晚去聚啦 那当然 如果说在市区里面居住的话 那就真的不行 对 是 好 那这个Chin呢 还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的 在做这个木工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最enjoy 然后最让你觉得 哇 你要永远继续做这个热爱的事情 嗯 如果不用为五斗米遮药的话 我可能会常常做 然后一天 我家里常常换 很多同学来我们就说 老师你们家又不一样了 我说你的东西 我说卖掉啦 哈哈 然后一直换一直换 因为我的想法一直在 人的想法都会一直变 然后喜欢的风格会因为 年纪的增长会一直不一样 是 嗯 对 那你喜欢的风格 跟你们做作品的这个 变化度 嗯 会因着你们 出国旅游而改变吗 嗯 其实会耶 嗯 对 就是会一直进化 就是你看到一个东西 你发现 原来这样的氛围还蛮不错 我回家也要改成这个样子 然后开始发现 这个东西在我们家的角落好适合 然后就开始慢慢 那么其他的东西都被影响 然后测掉 然后全部变一样的风格 哦 嗯 诶 那像测掉的东西该怎么处理 哈哈 上网卖掉 上网卖掉啦 对 对 还是说摆到别的 其他更适合的位置也OK 也是 嗯 嗯 好 那Niko呢 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的吗 你喜欢爸爸妈妈做这个木工吗 喜欢 啊 喜欢哦 你从几岁的时候开始觉得说 哇 为什么爸爸妈妈妈每天在做这个事情 几岁开始知道 嗯 大班 大班 OK 那如果爸爸妈妈需要你帮忙的时候 你也很乐意帮忙对不对 你希望什么时候完成你第一个作品 小五 小五啊 所以你现在小几 小四 小四 就是明年了耶 对对对 好 你想要做什么作品 嗯 简单一点 简单一点的 嗯 那你要自己画图吗 是 你们除了这个 在家里一起做这个木工是一种很大的乐趣之外 你们平常会一起再去做什么样的事情 对 休闲活动的话 我们最常去逛跳蚤市场 哦 对 也是跟木工有关吧 对 去找灵感 就是收集一些老东西啊 看看一些旧东西的 以前的设计是怎么样 因为新的东西太多了 然后现在就回来看久的 就是像流行嘛 像衣服也会流行 复古 对 一样的道理 对 嗯 嗯 那像这种木头的选择 嗯 维多利亚风格的木头 就是要用比较偏白色系的吗 嗯 其实维多利亚的这种风格的讲法 应该是说 它的线条会比较优美一点 嗯 那颜色的话呢 它会 这个可能你来解释比较清楚 颜色 颜色就可能偏女性 比较性化一点 比较浪漫一点 比较柔和一点 对 粉色系的 粉色系或白色啊 比较淡一点 然后可能你上面 可能有比较多的花草啊 在上面 然后线条会比较复杂一点点 嗯 对 嗯 嗯 那比较简单的是哪一种风格的 简单啊 比较简单的风格的话 可能就像 前面刚刚一个柜子 是 对 那个就是比较杂货风 现在台湾很流行的杂货风 杂货风 对 杂货风 好 嗯 Candy旁边有一个这个信箱 你跟我们看一下好不好 好 没问题 这个信箱 嗯 这个信箱是 大概上个月吧 上个月自由时报 他们来找我们 做了一个 型男的 的木措示范 那我做了一个 比较不一样的方式 就是说用锚钉的方式 来去做这个 比较粗矿的 对 对 看起来比较粗矿的 对 然后这打开的话 就是可以挂钥匙 对 因为现在的 有啦 之前我也有一台重机 就还卖掉了 就 那就是想说 看能不能什么时候 再把钥匙挂回去 对 是 等待着重机的钥匙 对 对 做这个也是 花了时间 应该 对你来讲 应该已经 非常快了 对 这个都很快 对 好 所以现在 这个Kenny跟Chin 已经是 很多在部落格上面的 一些网友啦 朋友 他们很羡慕的对象 因为有的时候 你要找一个人 跟你一起做这件事情 其实另外一半会觉得 很无趣 或很无聊 会觉得 我干嘛花那么多时间 我把这个时间 拿去做别的事情 对 可是因为你们志同道合 后来发现 你们的灵魂 都是很相近的 于是就做了 这个事情 然后做得非常enjoy 非常快乐 好 那Nico呢 Nico你 喜欢看着 爸爸妈妈 做这个事情的表情吗 喜欢 你觉得他们 是什么表情 很认真的表情 认真 那你在看 爸爸妈妈 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 爸爸特别帅 很帅是不是 有没有觉得 妈妈特别漂亮 有魅力 有 其实我们就是要 跟观众朋友分享的是 做一件 你很热爱的事情 然后可以把它当作是一种 可能进而变成是一种 赚钱的一种 乐趣 或者是变成一种生活的乐趣 你就会觉得 哇 人生真的很丰富 然后可以做自己 开心的事情 又可以跟家人 你最爱的人 一起来分享 对 这是最美妙的 对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再回来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木工DIY有其中一个好处是 它也很环保 因为有很多的老东西 它其实经过了改造 就变成另外一个 富有创意的新东西了 那在你们做这个 很多的木工的经验当中 其实也有很多老东西 有了新生命 有 例如什么呢 例如说这个 阿嬷的老裁缝巾 拆下来的那个抽屉 然后经过一个研磨啊 加上一个涂装 然后就变成一个花架 还是植物架这样 就是研磨 然后重新做涂料就对了 对 做涂料 对 涂上你自己 很简单 这个是哪里找的啊 路边找的啊 路边吗 就人家拆掉 丢在路边啊 很多啊 尤其我们住那种乡下最多 所以你们经常去挖宝 就开车开开 突然爆股 到处见 石荒 石荒 对 是 对 还有那个 其实很多 比如说老窗也可以 还有一个 像这个门板 对 本来 这个是不要的门板吗 对 也是 可能中间这个玻璃破掉了 对 破破掉了 然后我就重新做一个涂装 然后做一个玻璃 才会类似啊 这是仿的 然后下面再做一个底座 就变成一个屏风 对 这变成屏风吗 对 你可以到处挪 就像摄影旁一动 到处挪挪挪 都可以挪 对 对 就很有味道 还是一个小朋友的餐椅 我们去餐厅 小朋友的餐椅 也就是很旧了 这是我公公的东西 我把它凹来的 然后就进过土装 这粉红色的 对 很可爱 是 所以其实它就真的就是 可以重复的再利用 可以 而且我们已经看腻的这种风格 我们可以把它拆开 再重新再做吗 可以啊 当然都可以 可以可以 只要是原木的东西 原木都可以 所以你们喜欢用原木去做 是 对 OK 环保 那你们有没有拆了什么之后 然后又重新做了一个 什么样子风格的 嗯 这种的需要比较花时间 我们现在目前到还没有时间 去从事这样子的一个 制作的idea 对 是 对 但是一般来讲 我们会觉得说 这样子做 环保是一个很好的概念 当然 对 再生 再生 然后重新再做 对 地球 是一个小小的贡献 是啊 那我们刚才讲到说 我们做的那一个柜子 讲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入门款 那我想到椅子 是不是也是一个很好的入门款 做一张椅子 如果 椅子要简单可以很简单 你大概四块五块板子 就可以组成一个 很小的一个那种小板凳 可是 如果 你要完全用手工 而且要做一张造型优美 然后而且又兼顾耐用的话 椅子的话 倒是对一个木工师傅 他的这个功力的一个挑战 对 所以 就是一个功力 跟一个你到底 有没有pro级的一个挑战 对 它可以是很简单 可以很简单 也可以是很精致 对 全世界有很多的这种 木工或者是设计 其实跟这种木头是有相关的 然后椅子 我看过很多这种得奖 或是所谓名设计师的设计的这种 对 木头的椅子 对 哇 其实是 创意很难 然后可能做起来的工业 工业 技术也是 对对对 一个挑战 没错 创新 那你们接触了这么多 想要学木工的朋友 刚才讲到说 夫妻同心是最好 有没有这一种 兄弟姐妹来的 或者朋友来的 或者是这个夫妻来的 你自己印象特别深刻的 有啊 我记得有一对姐妹来做木工 那其实那个姐姐是 想要找老公一起来 但是老公说 我情愿在家里看电视 所以那姐妹就一起来 然后上了报 第几天课刚好下大雨 那老公就不放心 他们开车 就在姐妹们 一起顺便上木工 上到最后一节课的时候 突然那个老公就跑出来 就说老师老师 请问一下 你们的进阶班 什么时候开啊 然后姐妹在旁边傻住 想说哇 怎么改变那么大 是 我觉得其实应该 就是每个人 都要自己亲手去做 他才知道 其中的乐趣在哪里 那亲手去做的话 通常我们一个礼拜上 一次课就可以了吗 嗯 对 一次课 一次课 对 然后让大家休息一下 要不然大家回家 都是沙龙巴士 对 对 其实所以做木工 刚开始做的时候 应该也会腰酸背痛吧 会 十个有九个都会 通常都会 都会 可是我们使用的肌肉 大概就是手臂 就这一段 所以你在用工具的时候 尤其是女生很害怕 对 她会整个肌肉 很僵硬 然后在那边 然后在那边 拎好几分钟 那你突然放松的时候 她就觉得 哇天啊好酸哦 这样子 初学者比较会这样 对 初学者 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 比较特别的 想要来学习的朋友 他们的一些故事 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我们有一个朋友 他在 应该是算 也是算学生 学生 他出花莲 花莲 为了开一家民宿 然后他就从花莲 坐火车 坐到桃园 然后再从桃园 坐火车 到我们的那个 那个什么 那叫富冈是不是 富冈火车站 对 然后来了大概七八趟吧 他把他自己的一个民宿 就是来我们这边 做好东西 全部搬回去 该有的 家居都自己 女孩子 从花莲来的一位朋友 坐夜车上来 每个礼拜这样子上来 他连续大概来了 七八天 七八天 那也就是差不多 三十个礼拜这样子 不是集中 但他是家庭主妇 结果后来他老公也来了 对 他老公最后也来了 对 也是从花莲来 所以他们自己要创造一个 属于自己的民宿 他希望里面的东西 都是自己做出来的 对 好那最后 邀请Kenny跟Chin 跟大家分享 你们做木工到现在 你们充满了热情 我们都看得出来 还有什么 你觉得 更想去挑战的目标吗 因为木工这种东西 他妙就妙在他的成就感 他跟一般的这种 比如说讲我们骑单车好了 可能今天骑一百 明天骑两百 但是那个成就感 可能一下就过了 可是木工这种东西 因为他毕竟融入了你的家庭 然后他可以陪你一直到一辈子 我觉得 所以这种成就感是 跟其他东西不一样的 是 那Chin呢 我觉得 所做的快乐要自己去尝试 有时候你说很多都没有用 因为每一个同学来 他们做完了 我说不累吗 他说好累哦 老师 我说 可是拎着东西回家 他就很开心 他说没关系 我明天还要来 所以我觉得那个还是 雇中的滋味 还是自己知道了 只有自己了解 是 今天非常谢谢 Kennie Chin 还有Niko 来到我们现场 跟我们分享了 手做木工的这么多乐趣 也看到他们一家人 因为做木工 其实他们的感情 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 谢谢三位 谢谢 谢谢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谢谢